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额的消费者不必用手指触摸到付款机 家庭医生就诊的合理化已经开始 目的是减少医患之间的接触 这意味着将在家庭医生办公室中 为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设立专门的诊室 将可疑病例与其他患者分开 首席医师认为目标是在一周内实现 切一批的医疗货物从中国抵达布达佩斯 超过70吨的医疗设备 其中包括呼吸机以及各式各样的护具 在机场的交接处 总理欧尔拜维克多也在现场 创新技术部长帕克维池·拉斯洛表示 目前只有东方 尤其是中国才拥有所需的防疫设备 欧尔拜维克多于周一表示 每位在重症病床附近就诊的医生和护士 都将得到特殊的口罩 在其他床位工作的人 则需要佩戴医院口罩 他们正在加急建设基石孔豪落实的集装箱医院 在从监狱研究所发送给M1电视台的视频中 显示了这一点 流行病移动医院已经建设了一个多星期 它将由相互连接的集装箱组成 完成之后 他们将能够一次性治疗150名患者 专家指出 当医院由于流行病而无法再附带时 就需要送往集装箱医院进行治疗 创新技术部长以数字化协作的名义 启动了一项行动 其目的是在一个网站上 能够共享可用于教育 卫生和经济领域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帕克维什·拉斯洛表示 该计划将老年人留在家里的工作放在首位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